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啊,咱们就交代过了,这岳中旗啊,把这张广四两年以来的所有胜仗 他一个人啊,在这三天当中全打完了 那么说,这岳中旗调动了三万人马,攻陷了这两个寨子 这胜仗就算打完了吗? 哎,当然不是 这会儿的岳中旗的大军呢,已经打到了敌军的门户大寨康巴达的城下 这清军大营和这康巴达老营,哎,形成了隔山对势 这会儿啊,要是依着川山总督富尔丹,以及这个副将马良柱的意思 一鼓作气杀入山谷,乘胜啊,就把这康巴达老寨拿下了 岳中旗看了看帝氏啊,琢磨了一下,这样干不是不行 可是啊,这康巴达老寨,地势险要,三面环山,一面向着山谷 这清军呢,只有一条路往上攻 并且啊,这寨门寨里啊,凋楼暗宝林立 这会儿攻打康巴达老寨啊,里边的叛军一定会做困兽之斗 那对啊,打不赢啊,干脆就跟你判了命了 这会儿贸然的让清军往上攻啊,不是攻不下来 可是啊,这个损伤太严重 于是,这粤军们传下将令,军御三军 各运将士,哎,原地休长 这伙夫们呢,把这个好酒好酒都拿出来 做得了呀,给这三军将士分发下去 吃饱喝足啊,咱们等着一个好机会 再打这个康巴达 这手下的兵士听着呢,当然是高兴了 可是这帮将官呢,哎,一琢磨呀,这样不行 那好不容易上升的气势,这不就放凉了吗 谁哪知道去,其实这粤军们呢,它是另有妙计 另有安排,这粤军们呢,在军中就挑选了五万名强壮的土兵 你看呢,咱们债墙旁边这块空地了吗 有这个债墙挡的呀,山上的叛军呢,看不到这块的动向 你们呀,从山下用麻袋往这扛土 然后呢,就把土啊,撒到这块空地上 哎呦,这个债墙挡的呀,不能让山上看见你们到底把土撒哪了 到了夜里呀,把这些空麻袋,哎,从这个山上扔下去 第二天装土再往上扛 你们天天呀,就是这个工作 这帮土兵啊,他不知道大帅什么意思 还以为扛土啊,是要建公事呢 没办法呀,这大帅一声令下,让咱们干,咱们就干吧 于是啊,这个五百土兵啊,就一计而行 安置好了这土兵之后啊 这大帅月中旗又召见了副将马良柱 他对马良柱说呀,你每天白天带着士兵 该操演操演,该休息休息 主要任务啊,就是喝酒,吃肉,睡大觉 等到这个晚上天只熬一黑下来 你就要把你的士兵埋伏到营寨的门口以内 攻上弦,刀出鞘,这炮子都压上 对着了咱们这个大营的门口 这一下子马良柱就明白了 这是诱敌深入之计呀 于是这马良柱就跟这个大帅月中旗说 说大帅,咱们用病白天黑去的 把咱们这个营门都敞着呀 这月中旗说混了蛋了你 那样不就显得假了吗 让这些营门的守卫啊 当着这个敌军的面,喝酒吃哦 显得那么放松 一天五半岛啊,改成两半岛 原来啊,巡营巡哨的游击啊 也改到原来的一半,这样就行了 这马良柱一听啊,这大帅果真是妙计呀 于是插手失礼,口尊得令 回营就安排去了 那接下来这大帅该干嘛了 这月中旗想了半天 他需要找一个呀 和他一条心忠心于他的吐司将领 他一下子就想到了 他刚到金川之后 就跟他搭伙的绰斯甲吐司 于是他秘密的就把这绰斯甲吐司招到了自己的帐中 他跟那个绰斯甲吐司说呀 说兄弟,你呀要挑二百名精壮的吐司兵 换下清军的号坎 穿上吐司的军装 每到入业之后啊 就埋伏到这个营寨以外 不用配鸟枪准备好大刀片子 然后啊,这么这么这么办 所有的将领传下之后 这清军大营当中啊 按部就班的就开始了操作 暗暗的就把这给对面叛军准备的口袋呀 可就张开了 这山上的叛军呢 他总是要张望侦察山下的敌情 他们着急啊 急什么呀 粮食眼看就要吃完了 这良田良田被清军占了 粮库粮库被清军占了 我们山上的几千人 不能光喝凉水活着呀 这会儿他发现了 这清军呢 有一个大毛病 这清军呀有一堆士兵 每天也从山下往上扛麻袋 那不用问的 这麻袋里装的呀 那肯定都是粮食 这是要和我们呀 打持久战 这粮库选这个地方啊 对我们太有利了 对这个清军太不利了 就在清军营寨门里的一侧 我们要是突袭进去呀 不会费什么劲 就会到达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儿 对于我们抢粮食来说 那简直是得抢得跑 再仔细一观察 这清军很松懈 这堆子拨子卡子上的清军呢 整天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这一下子就更坚定了 这承上士兵要偷袭清军大营 截夺粮草的决心 那这还等什么呀 那就干吧 这钉是钉卯是卯啊 我看今天就挺好 打定好下山偷营结债 去抢粮食的主意以后啊 这山上的吐司兵头子呀 可就待不住了 正所谓的是啊 这个早半三逛 晚半三荒 哎 既然打定好主意了嘛 咱们就祭早啊 把计划呀 布置下去 于是这叛军头目也不怠慢 就在山上的叛军当中 挑选了500名精壮的士族 给这些士族说呀 身上啊 只带妖刀 不背着这个长枪和炮子儿 杀进清军的城寨啊 直奔储粮之地 千万是不能恋战呢 扛上一袋子粮食 是直接就往山寨上跑 正好今天呢 他又是个阴天 刚一入夜就已然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抬头看天下 这天上黑的 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 就在午夜时分 哎 在清军营寨的大门口 偷偷摸摸的 可就摸上来 一只土军 怎么那么寸 哎 这会儿啊 在营寨门口守卫的堆拨里边啊 一点动静都没有 看样子里边的守军呢 已然是憨憨入睡了 这会儿啊 偷营叛军的头子 三下五除二就砍开了清军的营寨 等他们跑到侦查好了的粮仓所在地一看呢 卧槽 哪有粮食啊 这满地去堆的呀 全是黄土 这帮土兵啊 立刻就醒了枪了 哎呦 上当了 当他们想到这的时候 这身后的枪声也响起来了 一个牌子枪下来呀 就死了一片土兵 那还等什么呀 俩鸭子加一个鸭子 撒鸭子 颠吧 这会儿啊 埋伏好的清军呢 也不往前冲 只是一味的弓箭牌枪 这下来投赢了 大概其五百多名土兵啊 就已经死了一半 这会儿带头的土兵军官冲着这帮兵士就喊 先别往营寨里跑 看看后边有没有追兵 你们呀 别把这些追兵一下就带进了营寨 他的意思是说呀 要是有追兵的话呀 让这些人先四散 逃进山林 等这个清军呢都散了之后啊 再回到营寨当中 你们现在要是一股脑子就往营寨跑啊 那岂不是把追兵给带进营寨了吗 这土兵军官回头一看啊 哎还真不错 这没有穿着清军浩坎的士兵追他们 再一看呢 这自己损失也不大 带出去五百偷营的土军呢 现在回来的大概也有四百来人 于是这土寺就赶紧下令 赶紧回营 刚一进营门呢 借着寨子里边的灯火一看呢 他们觉得有点不对了 为什么呀 他们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呢 自己不认识 这些不认识的士兵啊 面无表情 哎不言不语的 可就从腰间呢 把自己的大片都抽出来了 气着咔嚓是一通乱砍呢 那么这多出来的土寺兵是哪来的呢 哎对喽您没猜错 这就是绰斯加土寺手下的那精壮二百土寺兵 感性啊在这个叛军投赢的时候 这二百土寺兵啊就已经脱掉了清军的号坎 埋伏到了寨外路边的丛林里 这山上的叛军望里摸赢结寨呀 他们看见了没言语 这叛军呢遭到伏击以后往外逃窜 他们呀也没有拦截 这叛军往山上跑啊 他们挨后边啊就敲门的跟着 没过多一会儿啊就混进了这叛军溃逃的队伍 顺势啊还就混进了康巴达老寨 这会儿再听寨外山下啊是喊杀声一片 大骨清军呢就掩杀了进来 那这绝对优势啊 那三万人冲进了城寨 连耗子从窝里逮出来都摔死了 一下子这月中旗在没有任何死伤的情况下 就攻占了康巴达老寨 这样啊敌军大本营乐无为 就完全暴露在了清军的面前 那么这月中旗月军们会不会一口作气 就把这乐无为老寨拿下呢 升勤着叛军首领沙洛奔呢 没有 哎事情啊就是这样 这最露脸的事啊 这乾隆皇帝还真没舍得 让这么一员汉将来干 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京师北京城啊 这会儿啊也正在排兵潜将 有一个更大的手子马上啊就要来着金川前线了 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下集接着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